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玩一个忍者升贵 这两天没有时间玩这个游戏 今天咱们再打个第四期 咱们现在先开一包卡牌 看这张牌能得个什么东西 得了五个钱 还算不错 我到这商店看一下 我还有一个无料卡牌 那咱们再开一包 看这包怎么样 望远镜 得了个苍蝇 六千块钱买个牛 这买不起啊 我看啊 今天咱们先玩这第二个吧 淘汰赛 这应该是和人打 我看啊 咱们现在选择开始 然后选择三个队员 再加这个鱼算了 OK 咱们试试啊 咱们这三个里面 有一个苍蝇是补血的 哇 七七九 这打他足富裕吗 咱们三个十四 觉得有点浪费了 咱们十四打七七九 这逼着眼都能胜利吗 马上进攻 这个因为是和人对打嘛 所以不能调成自动啊 只能是手工模式 不过无所谓 这个就算咱们不是用这个属性相克的话 赢他也问题不大 他打仗根本不掉血啊 193 OK 看看再来一下 打掉卡拉一 这只能给他一脚啊 123 他打仗根本不掉血嘛 对不对 有点欺负人啊 不过对方因为是玩家嘛 实际玩家 所以他选这么弱的卡牌 说明玩的时间不长啊 好 咱们应该是取得完胜 这个没有星啊 我还以为能打个三星呢 获得三十个金杯 从一百名跑到第四十名 哈哈 有点意思啊 那咱们再打一场 这是什么 这应该是 接下来应该是抽一张卡牌 OK 咱们抽一张 钱 获得12个钱 还算不错 这个钱可以当真钱使啊 因为这个钱是花真钱买嘛 OK 那咱们 咱们再来就算了 啊 选过的人不能再选了 原来如此 哇 要那样说的话 咱们把咱们手头十级的 这几个卡牌 升下集算了 我先不打淘汰散啊 咱们看看能不能给他升级 好像不能升级 啊 就是说这几张卡牌 最大只能到十级 稍等 我先把这个库雷姆吃掉 哇 现在就是说 咱们有的卡牌 还是可以继续往上升 有的卡牌呢 升到十级就不能再升了 呦 这么说的话 那咱们就暂时先不打淘汰赛了 咱们直接打任务模式算了啊 Stage 5 咱们还是来这个任务模式吧 这样的话 应该比较轻松 我把这个十级咱们继续练脸级吧 OK 咱们马上开始哦 哇 这个过场动画太突然了啊 突然间没有音乐 因为是和电脑打任务模式 所以呢 我采用这个自动啊 不用手动 自动打的就很不错啊 而且吧 用自动模式打的话 它会有这种属性相克的设置 比如说红克蓝 蓝克白之类的 而且咱们有点级别碾压的意思啊 不过也不好说 这两个时机好像确实比较弱啊 而且这个长头发都冒烟了啊 OK 还剩两个 260 拿下它没说呢 长头发我记得当初使用它的时候 还是有点攻击力的啊 Lionado OK Lionado居然还能升级 虽然它也是一个铜牌啊 是一个铜色的卡牌 咱们再来第二波啊 11级 咱们14打11应该不在话下 咱们现在是这个 以老代新的阵容 三个14带两个10 估计应该是没问题啊 估计 Longer Longer只有一个大脑 我记得小时候看忍者深规 我还不知道这Longer干什么用呢 现在知道 它就是一颗大脑 Lionado给大家加血 Lionado加的血 比这个苍蝇加的血多多了 苍蝇不是博士吗 对不对 对方的Boss是疯眼 那咱们来吧 咱们赶紧封他眼 先拿下一个 OK 5打3啊 11打14根本不掉血嘛 哇 他会挺攻 哇 这两个时机是很弱啊 OK 每人加血20% 苍蝇加的还是少啊 Lionado OK 5打2 好 咱们就剩一个风眼了 哇 我死一个长头发 天哪 这回 这回不能得三星了 哎呀 培养信任的代价啊 不知道经验值 会不会也减少啊 怕说死的人 根本不加经验了 那就坏了 那咱们只能到 低级别的联赛中 去锻炼 才加三个经验 哇 这不行啊 这只打三星啊 不行的话 咱还是换点好人 算了 咱还来14的吧 我还是比较想打三星啊 老婷牛在这个 两星上 大家的经验也少 纯属弹用时间啊 好 咱们打 14打11 应该是轻松获胜 轻松拿到三星啊 miss OK 怎么对方都是群攻 太赖了 Longer 我受到了敌人的 应该是中毒是吧 OK 五打一啊 他老打我的咖啦 这女孩子还是弱啊 不行 咱们再发展一个 其他的卡牌 女孩子弱也行 体格弱一些 139 这家伙强 232 漂亮 苍蝇225 苍蝇也还行 女孩子弱 才费9 Longer 他一看就打卡拉 我看姿势就知道 186 卡拉139 卡拉也是太弱 体格也弱 攻击力也弱 266 你看我这些大家伙 OK 咱们对付蜂羊 13 打他们不带话下 不过一会儿估计 得给卡拉加下血啊 19 9 咱们这就叫 级别碾压 14打11 他有群攻 猫 卡拉 该加血了吧 漂亮 苍蝇加血啊 20% OK 只要不打我的卡拉 咱就没说的 还有最后一个boss 他又群攻 天呐 卡拉也又要完 Longer 怎么不给大家加血呢 OK 漂亮 所以说有时用这个电脑 自动操作吧 还是很科学的 怎么 他就一个人 居然卡拉也发群攻 一点都不科学啊 刚说电脑科学 OK OK 卡拉也喜欢最后一击啊 OK 成功打到三星 看看咱们经验值加多少 加4好像啊 Max 是不是大家都达到最大级了呢 我就怕说 我的卡牌 最多到14级啊 不能再升级了 那就坏了 咱们再来一局吧 咱们现在应该也是可以级别碾压 咱们所以还锻炼一下疯眼算了 咱们还是自动操作啊 对方的级别11级 咱们轻松拿下 不过好像说 咱们打的是普通难度嘛 所以只能加经验 不能得卡牌 等我把普通难度打过之后 咱们打hard 就是说这个困难难度 这样的话 咱们胜利的话 可以得卡牌 嗯 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啊 咱们先打经验 咱们最后再得卡牌啊 不过我现在特别害怕 我的卡牌 最大只能到14级 不能再升级啊 要这样的说 可能就该克金了是吧 希望咱们还能继续升级啊 好 咱们再来啊 5打4 我先看这个封眼 能不能从10级变成11级 如果不能变的话 说明咱们现在手头的卡牌 嗯 有最大级限制 它可能会让你再购买一些卡牌啊 有的可能性 咱们花6000块钱 才买一个这个牛头 太贵了啊 比如说只有买到牛头 才能打到99级 哇 那这个游戏的克金太过分了 这根本打不动吧 这就是级别碾压的一个游戏吗 OK 轻松获胜啊 对方的boss是一个职业女性 我的天 还穿着职业装呢 OK 5打4 凤眼 OK 5打3啊 对方比较弱 其实也不弱 这就是级别碾压了 哇 对方群攻 10号要完 赶紧加血 蓝纳斗 漂亮 苍蝇给加血啊 这没加多少血啊 OK 它打是苍蝇 那还好啊 蜂眼 防御率下降 158 181 最后一击 哇 它又打我的封眼 漂亮 成功拿下啊 封眼差点死啊 那下面就看封眼 能不能获得经验 能不能升到11级啊 如果能升到的话 还可以理解啊 不能升到的话 就只能克金了啊 马克斯 大家都写的马克斯 是不是已经到最大级了呢 我很怀疑啊 不过也无所谓 咱们就接着往下打算了啊 咱们打第七局 就是现在这个派兵情况 如果封眼能升到11级 那说明还没有问题啊 如果不能升的话 咱们再想办法获得卡牌 不就可以了吗 哦 我最怕就是对方的群拱啊 这水母一看就是有毒的 对方的攻击力还上升 他就知道打我的封眼了 哦天哪 低入流霞雪 有点浪费啊 OK 五打三 哇 看来这么说 我有种预感 咱们必须得去抓新的卡牌 去抽新的卡牌 目前的卡牌 都是有这个最大级的限制 哇 他要是这么玩 这么设计这个游戏的话 也有道理啊 倒是也有道理 要么他怎么克金呢 你要是从头打到尾 也不用克金 也不用卡牌 那游戏公司不就变纯服务公司了吗 不可能啊 他编程序 还得租服务器 都是成本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如果爱玩这个游戏的话 稍微的给他克一点金啊 稍微 咱们先看看啊 看这游戏能进展到一个什么程度 Lionado给大家加血 坏了 我现在两个加血都用了啊 苍蝇也用了 Lionado也用了 看来这局不好说了 后面啊 希望后面的妖怪不要太强大 OK 五打一啊 现在咱们是全员满血 瘮眼 166 还可以啊 OK 几乎满血啊 进入第三波 哇 长头发 对方还都是群攻 OK 五打四 他就知道打封眼 啊 群攻 49 哇 封眼要完 而且不能加血了 完了完了完了 看来电脑不傻 他知道打我的最弱的 这么说的话 封眼 不用了 咱们还是发展咱们的 五股上将算了啊 五个十四足够用了 咱们等到获得卡牌之后 再考虑升级算了啊 封眼我估计 升不了级了 最后的boss啊 两打斗 142 还可以啊 120 148 还算不错 没有打三星 有点遗憾啊 不行话 封眼咱不要了 咱是 五虎上将 五个十四级算了啊 好像只加了四个经验值 大家都是max 哇 看来是不能升级了 哦 stage 8 没有打三星 有点遗憾啊 咱们还换到十四级 还把卡拉伊换上来 不过卡拉伊也是比较弱啊 嗯 卡拉伊并不强 太瘦 女孩子太瘦啊 怎么来啊 对方都是十二级 确实有点难度了 这个群攻没毛病 上次卡拉伊打boss 就一个人他也用群攻战术 有点浪费啊 对方还是打我的卡拉伊 OK 先拿下一个 十四打十二的话 应该也算是级别碾压啊 其实这个游戏 我觉得大一级 就叫级别碾压 何况咱们大两级呢 对不对 哦 第二波 还是五打四啊 拿下他们应该不在话下 如果中间那两个家伙 应该是会群攻啊 其实应该优先拿下 中间那两个家伙比较好 不知道为什么电脑这么选择 哇哦 重点打我的卡拉伊 电脑真的不傻啊 他知道我们五个当中 谁的攻击力最弱 谁的防守力最弱 两个拿走根本打不动啊 苍蝇的攻击力弱也是啊 OK 好 咱们准备第三波 哇 对方的boss是个鱼头 就是我这个角色啊 我也有嘛 咱们拿下他之后 是不是可以获得这个鱼头卡牌呢 群攻 天呐 他拉伊 不还好 我两个补血还没有用啊 该用了 Miss Miss Lionado该补血了吧 Lionado 补血 没说的啊 我就猜到他会补血了 OK 这样的话打三星不在画像 还有最后一个鲼鱼头 他还是打卡拉赢 146 Miss 去 鲼鱼头 打鲼鱼头 OK OK 哇 他的速度提升 125 拿下 OK 打三星啊 我看看大家的经验加多少啊 加4 不过大家都已经达到Max了啊 我估计都不能再升级了 接下来是这个老虎 那咱拿着老虎啊 如果咱们能获得这个老虎的卡牌最好啊 14级 呵呵 看看怎么样啊 估计有点难度了啊 OK 卡拉一个群攻 他打我的苍蝇 啊 他不是打我的苍蝇 他是打这个 属性相克啊 忍者 我的防御力下降 五打二啊 OK 还有最后一个 第一波顺利拿下 进入市政大厅应该是啊 我对方的忍者 悲风连连啊 148 还可以啊 精度下降 OK 五打三 卡拉也应该是不能再群攻了 我的鲜鱼头 受到攻击 OK 我打二啊 应该给我的鲜鱼头加点血了吧 这帮家伙 谁也不管他 打雷鲜鱼头 miss OK OK 鲜鱼头 现在血不多啊 最后一波 果然是这个大老虎啊 哇 我的鲜鱼头的血不多了 要小心 蓝鲜鱼头给加血 蓝鲜鱼头没加 选择了攻击 我估计对方的老虎 肯定打我的鲜鱼头啊 五打二 哇 还开枪 打蓝鱼头 那就好办了 OK 五打一 这样的话 应该拿下他不再画像 怎么都不加血呢 这老虎看起来 哇 哦 他打了两鲜鱼头 那好办啊 看起来也不是太强 还有最后一击 加血了 我还以为最后一击呢 OKOK 111 拿下这个老虎啊 三星 不再画像啊 咱们打的是普通难度嘛 咱们回头再打一下高难度啊 增加四个经验 但大家都是马克斯 我估计都不能再升级了 咱们得需要紧急开新的卡牌 斯雷的 15级 OK 咱们要打boss了就是说 OK 这个阵容没问题啊 斯雷的15级 其他都是13级 哇 咱们能打应斯雷的吗 试一试啊 先消灭这几个篓篓 五打四 对方都13级啊 真的是越变越强 哇 他打咱的话不怎么掉血啊 那还好 雷亚拿斗 挑发 对方居然敢挑发 拿掉 OK 256 漂亮 125 卡拉也还是弱啊 125 苍蝇也不强 鲜鱼头 鲜鱼头应该挺强才对啊 怎么才掉135呢 168 168是比较正常的发挥啊 我真是进了斯雷的的基地了啊 这么说咱们应该是 先打下boss斯雷的 然后再打longer 应该是这么一个顺序啊 两个吃三级 拿下他不在话下 小心他的全攻 哇哦 还好 150 125 拿下 OK 211 攻击力减少 下8 短攻击力减少啊 OK 咱们应该是 该对斯雷的了 哦 准备应战啊 哇 斯雷的 boss战啊 141 我看来还算好打啊 咱们毕竟五打一嘛 对不对 哇 他中间打我的卡拉 一下下240 哇 这我能打三星吗 152 不好 我的卡拉要完 哇 我没打三星 但是拿下他 应该不在话下 94 最后一击 OK 斯雷的还算简单啊 不过遗憾的是 卡拉以牺牲 咱们没有拿到三星 哇 我看经验啊 还是加四 大家都是马克斯 达到最大值了 我这么说 咱们应该是抽新的卡牌啊 哎 获得了一包黄金卡牌吗 哎 获得一包黄金卡牌 哇 这是一个新角色 都不怕我都 哎 这我赶紧看一下啊 果然 咱们获得一张新的卡牌 获得一个新的成员 哇 这是一个黄金卡牌 漂亮 赶紧升级 哇 它是一个三黄金的卡牌 黄金三星 哇 这绝对是咱以后的主力 哦 不能再升了 它能升到15级 OK 这绝对是咱今后的主力啊 哼哼哼 这是个大黄狗是吧 OK 咱们赶紧编队 不过感觉 其他的人应该是不能升级了 凤眼 凤眼不能升了 收集DNA才行 啊 看来说 如果想发展这个角色 必须要升级DNA 这个咱获得个钱 还获得了这个Sled 这个就叫做DNA OK 那咱们 咱们继续打任务模式算了 我稍等啊 我选的中间这个Battle 解锁了一个难度模式 又解锁了一个剧情模式 OK 我看看 咱们应该是打完第三关的Sled 咱们现在打第四关 第四关这是个什么妖怪 啊 就是刚才的那个局啊 那咱们开始吧 咱们打第四关 哇 咱们把这个大黄狗换上来啊 看这大黄狗怎么样啊 OK 咱们试一下啊 Lionada 暂时先休息 毕竟Lionada 是一颗 铜型啊 铜牌 并不是太好 咱们现在等于是一颗黄金 外加三个银星 OK 不打三 哇 对方十四级了 不好打了 二零七 先拿下一个 哇 对方在升级 咱们不升级啊 咱们打刚才到现在就一直十四级啊 哇 打黄狗 攻击力减少 他并不进攻是吧 113 最后一击 OK 228 大黄狗 他不进攻有点奇怪啊 再试试啊 先拿下忍者 哇 大黄狗也进攻啊 大黄狗的招比较多嘛 大黄狗好像有三招啊 又打卡拉伊 受不了啊 啊 现在因为没有雷安拿斗了 所以没有加血的了 苍蝇的加血太少啊 这是个失误 啊 这是个失误 看来卡拉伊凶多吉少啊 他的加血加20%加的不多嘛 哇 卡拉伊看来凶多吉少 看看对方是谁吧 对方看着像李小龙是吧 哈哈 摆出这种截拳道的架势啊 李小龙他不是开创了截拳道吗 哇 果然 哇 这是发弓啊 弃弓是吧 会弃弓啊 咱们先拿下 比较弱的 李小龙16级 咱们不好打 咱们如果能获得李小龙的卡牌 还是最好啊 卡拉要完 卡拉已经完了 哇 这局看来不好打了 对方是4个14 外加一个16 看来我必须得换上莱昂拿走啊 没有加血的 是弱也行 先拿下 这个小喽喽 OK 让我重点进攻李小龙 120 402 大黄狗 哇 这什么拳 我的天哪 连续进攻 真是截拳道 142 我感觉咱拿下他应该是没问题 三星是没了 大黄狗 才下132 他下咱279 OK OK 哇 有点惊响 差点死两个 差点一星 还好吧 看咱经验啊 获得三个经验 看来经验获得的还少了 看来咱们升级慢了 稍等吧 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模式 咱们再打一次slater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slater刚刚咱们打的是一个两星 咱们再打一次吧 咱们正式打成三星 打成三星之后呢 咱们可以挑战一下难度模式 挑战难度模式的话 那么好还能获得其他卡牌呢 对不对 好那咱们开始 咱们再打一次slater 刚刚刚打两星的话 获得卡牌不是特别好 可能打三星的话 会获得不错的卡牌 说不定 我们试一下 不过咱们现在是普通模式的话 估计不会有太好的卡牌 咱们应该打难度模式才对 五打三 挑发 大黄狗 大黄狗它怎么只会叫呢 卡拉 哇 它打我的大黄狗 哇 大黄狗精度下降 大黄狗这是怎么了 被人冻住了吗 35 大黄狗的防御力还是没说的 83 也不行了 150 攻击力还一般啊 125 比苍蝇强不了多少 大黄狗啊 咱们再来啊 先拿掉忍者 142 还差一下 对方群攻 哇 我应该换上这个Leonardo是吧 我忘换了 没有加血的现在 哇哇哇 这么说 拿掉Sled有点困难 大黄狗 密死 我气 大黄狗寄予厚望 没想到 发挥这么失常 哇 大黄狗被击毙 啊 Sled这局看来有点难啊 还是说 咱们应该换上Leonardo 不过咱们四个人的话 打Sled估计不好打呀 试试下 哇 这个脸是真可怕啊 哇 咱们四打一 行不行 不知道啊 而且都没血了 94 打我的乌龟头 152 他换血 他换血才能换20%啊 看来这局凶多吉少 希望稳住啊 Sled 490 我天啊 他这么能加血 我卡拉伊发什么群攻啊 卡拉伊 我就这小神谷 哪进得住Sled的打呀 94 我感觉咱们现在就是缺一个Leonardo 乌龟头 乌龟头居然挺住 漂亮 这么说咱们能拿下啊 哇 乌龟头不在了 94 180 最后一击 OK 哇 这局太选了啊 主要是大黄狗吧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我觉得啊 一颗星 没说的 死两个战士啊 哇 看咱们这次得多少经验吧 三个经验 全员都是Max 怎么包括大黄狗都是Max呢 Sled 咱们没打三星啊 稍等啊 不行我把Leonardo换上来算了 我觉得Color也比较弱啊 好咱们再挑战一次 这个阵容应该是咱们现在的最强阵容 这个打Sled再拿到三星的话 那我就没有任何的怨养 不过说明咱们的卡牌太弱 咱们需要课金 需要课金啊 哇 对方都是13级 看来 不是太好打 不过还好 咱们这次有两个补血的 Leonardo 哇他中间打 这两个补血的 5对3 五龟头 166还可以啊 大黄狗 188拿下 哎 大黄狗这次应该发挥出应有的威力啊 211 OK 五打一 这没说的了 马上拿下 大黄狗 大黄狗 OK 几乎没怎么废血啊 第一波 看咱第二波啊 这波顶过去 就是直接面对Sled 大黄狗怎么又叫 大黄狗这个叫应该是增加 增加速度才对啊 OK 164 哎呀 我觉得换上Leonardo就对了 卡拉一笔 Leonardo还是差一些啊 毕竟卡拉一笔比较弱 而且不能补血嘛 我觉得是不是该补血了 哦 他打大黄狗 他应该补血了才对 Leonardo 看下轮Leonardo是不是补血啊 还不到Leonardo 哇 Leonardo居然没补血 他选择了进攻 OK 直接面对Sled的时候 应该补血了吧 看咱这次能不能打三星啊 看这脸可是够凶的 而且好像皮掉了 我的天哪 太凶了 咱们试试 他先打大黄狗 258 该补血了 大黄狗 119 漂亮 Leonardo补得很及时啊 大黄狗还是危险 希望Sled不要打大黄狗了 哦 他打无回头 OKOK 这就好办了 他还打Leonardo 他怎么一次能攻击两次 这太不公平了 攻击力减少 大黄狗 154 94 拿下 最后一击 Leonardo OK 果然是咱的五斗上将啊 成功三星 看这次咱能不能获得卡牌啊 三星可是 应该又能获得一张新成员的卡牌吧 先看经验 还是三 然后开一个包 就给30个体力吗 哇 没卡牌 我还以为有卡牌呢 那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后呢 我还会更新 忍者神龟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关注我的小马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